其實藝員同事黃建東 都很疼愛他媽媽 到底他媽媽為他付出了什麼呢 謝謝快樂, 請坐… 很開心 很高貴的大方, 很漂亮 謝謝… 你這麼喜歡演藝事業 為什麼當年求媽媽 讓你做一件事 令媽媽有所犧牲呢 那時候中七很想去我國讀書 和讀戲劇 跟爸爸和媽媽聊 我真的很想去我國讀書 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嗎 他們用了一星期的時間計算數 結果犧牲了買房子的首期 來給我讀書 其實不是我計算的, 他爸爸計算的 是決定的 與你無關… 對, 與他無關, 我只能支持他 但他喜歡的東西, 我就會支持 會支持 對… 當然, 姐姐也有好時 也有沒那麼好的時候 可否分享一下 心痛, 或者… 媽媽通常都會看見兒子 對, 看見他回來不開心 但我又不會去猛追問他 旁邊也會鼓勵他 遇到困難, 你不要退縮 一定漠漠初心 對… 爸爸媽媽犧牲這麼多 去支持你, 一定要努力 但你覺得這個成就可以報答媽媽嗎 還沒有… 其實當初家人犧牲了換一間三房兩廳屋 在外面的書 所以我的心願是 很想買回一間三房兩廳屋 你等我 你等我 媽媽一定等的 一定等的 真的很孝順 這個兒子真的很孝順 考慮你 是 說一句 激到媽媽不得了的話 還有說一句 哄到媽媽不得了的話 阿虎 不是 這個虎是否是婦人的婦 婦人的婦 對 有一次我看新聞 新聞說連過半百的老虎 在戲院裡暈倒 我跟媽媽說 現在連過半百的老虎 我覺得很可憐 你才知道是大忌 這是新聞寫的 你現在說 我又不覺得Diane很生氣 她好像很好笑 她聽慣了 你聽慣了 那句話是可以馬上哄到你開心的 我愛你 其實做媽媽就是很簡單 很簡單一句就窩心了 多生氣也好 你已經放鬆了 Diane又向兒子說一些話 在這個時刻 最重要是努力、勤力 希望她在事業上更加發展得好 希望你的願望早點實現 謝謝… 謝謝兩位